有点不祥的预感 这里 WHATCH 真来蜘蛛 WHATCH 欢迎收看小宫的视频 喜欢的话就关注一波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风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沙盒星座 它的名叫做Grande的地底生存 这款游戏是由辐射的开发工作室 黑曜石制的一款沙盒生存游戏 游戏的玩法有点类似于方舟 但是人物是四名学生 我们四名学生被缩小成和蚂蚁大小的人物 缩小了一百倍 变成和蚂蚁一样的大小 在野外当中生存 当然遇到的怪物也是各世界的昆虫等等 游戏的玩法非常非常多艳 而且后屏如首 好吧那这里我们就后头说直接开始 这个游戏原本是没有中文的 但是现在打了一个中文补兵 基本的物品菜单已经完全汉化 后续应该会后续出中文 我们就等待一下它的中文更新就可以了 好吧那这里我们就选择单任模式 直接开始 首先第一步 可以看到总共有四名学生 Max, Velo, Peter, and Hoops 我们就选择一个妹子吧 地图大小选择中型地图 然后点击接键直接开始 哇 为什么这么黑 好的那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游戏 调查四周环境 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在一个山洞当中 这个是一个箱子吗 这里有四名玩偶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感觉四周如此之大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走出来 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这是 是一只小虫子跑出去了 好 寻找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 哇天气清了 现在这是一只蚂蚁吗 哈喽 哇 空格剑是跳跃 好的 看起来是一个清晨 这里有一个足球 整个世界都已经变得非常的庞大 看起来是清晨 天色已经逐渐亮了起来 哇 地上有一些嫩汁可以采 包括小石子 卵石土可以去拿 哇 感觉上这里有非常多奇怪的东西 好 植物的纤维 包括藤腕 哇这里是一个书院都这么大吗 前方发现一个小小的帐篷 我们现在手头踩了一些石头 踩了一些纤维和 对纤维和一些叶子等等 但是这个帐篷看起来非常的正常 第一步和电脑互动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小世界 当中我们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分析一下 比如这个是一个实验的仪器 有一个嫩芽 我们按空间分析一下 分析就是一个分析机呢 可以分析三个 分析出来呢 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嫩芽 可以做一些路线的标记或者兼织等等 来我们再去分析一下这个石头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分析出的一些合成表 鹅卵石 对吧 通过石头和一些 比如说这种纤维等等 来做一些其他的原始科学 可以让它做成编织的纤维 也就是说小草呢 可以把它纤维弄出来 分析成纤维 然后来做一个鹅卵石 好的 那游戏生存正式开启 第一波 什么嫩芝啊 植物纤维啊 石头啊等等都拿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初始的主角这个妹子 然后手头有一些石头和纤维等等 制作这里呢 可以通过把背包里的植物纤维 做成一个绳子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去制作一个绳子 好吧 然后工具这里可以做卵石斧 尖石毛 包括尖枝 包括锤子等等 这个我现在嫩枝缺了一些 还需要再去开采一些 植物的纤维 石头 包括嫩芽 然后这个地图越来越大 通过不断的开采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想出各种类型的 就是想做的东西 好 植物纤维 嫩芽呢 哇 这吃啥呢 哦 这是 这个虫子的扁扁 哎 哎呦 小绒毛 哇 这个被我一巴掌就拍死了 这太残暴了吧 这游戏 好的 前方发现一个奇怪的样式 哇 哇 哇 这是苍蝇吗 这是 我拍 我拍 哎呦 哎呦 哦 还蚂蚁 嫩汁嫩汁来 嫩汁取取 我们第一步 要制服先卢鼠 先做一把卵石斧 制作 好 三个纤维 两个石头 nice 一二位 石斧 哇 这个石斧看起来好帅呀 调查神秘机器 面前这里就有个机器 这 看起来像是一种 某种的实验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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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 踩踩 查看细节 对我现在卵师傅已经做上 后面还可以做箭矢 包括做弓箭 就通过绒毛纤维 包括石毛等等 我们还需要一些材料 好像看起来像一个盒子样样 我们从外面出去 我觉得 这个地方 哎呦呦 Drygrass 竟然是一个干草 哎 Pack it 按一下 呃 然后呢 Active 神秘机器 目标 然后它 它开始发电了 哦 我知道 解封阻塞的激光 找到是什么削弱了 其中一道激光 哦 激光现在和它连起来了 然后这边也有一套 这道也 但是这个激光呢 看起来 它还被阻塞起来 所以NM间看一下地图 大概方向是这边 我们要朝这边去 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但是 我觉得外面应该 看起来 挺恐怖的 所以包括这蚂蚁等等 我们现在先把第一步 呃 要去探索 先做一把石毛 它是纤维 鹅卵 是一件嫩汁 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嫩汁 嫩牙 就对这个东西 嫩汁 草苗汁 再做一把 再做一个 来来来来 石毛 制作 好 斧头和毛有了 nice 然后这个玩意儿 蚂蚁 我戳 哎呦 去 公椅 戳大 他跑了 哪里走 公椅 啊 这样拿到了 他的心 果然 蚂蚁壳 可以制作头盔 护甲 以及 我可以制作装备 它是需要用工作台 通过绒毛和蚂蚁的东西呢 可以制作这种 蚂蚁的 哇 这个蚁人盔 哇 蚁人甲 哇 这个好帅 好了好了好了 第一步我们先去调查一下激光 呃 手头现在武器已经有了 我觉得应该 看起来这些野外的动物呢 哇 好像啊 还不算太过于攻击性强 哇 这什么声音 这么多蚂蚁 哇 哇 哇 这个风景 哇 这啥 一张一个叶子折磨的 好 现在先先朝激光为止 看起来是这个东西 难道我们要从这里爬上去吗 哎 地上这啥 这是 枝叶 通过枝叶也可以 哎 调查系 通过枝叶可以做火把 好 我们上去 枯枝 烂叶 从这里爬上去 不会摔死吧 哎呦 去 来上去 这应该看起来像一个摄像头 但是我该怎么过去啊 这这这这 还好没摔出什么问题 哦 果然 这蚂蚁在啃这个东西啊 哎呦 警报 抽到 等一下 小龙毛 奇怪的蜘蛛 把他干掉 他这种是敌对生物 果然他在 他在啃我们这个 啃这个电线 电线被啃坏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出 出 了吗 把他干掉 他身上应该有大量的龙毛 需要把这些 长得像螃蟹的东西全部戳死 哎呦呦他开始咬我了 好戳死 nice 可以啊 但是我跳的我跳的好够啊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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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好大伞的小龙毛 我是不是可以一会通过他的甲壳 和他的龙毛 做出一个比较强力的装甲呢 果然 他在这啃这颗线 找水找食物吃 我们现在要去 要进去 呃 下一步要制作一个火把 里面太黑了 我看下火把是需要 编织纤维以及干草块 编织纤维我倒是可以制作一些 但是干草块该怎么弄 这里面太黑了 等等等等 我先出去弄点草块再说 这个位置 里面太黑 这个应该是草块 果然可以通过斧头来砍 我砍 我砍 打 好 干草块 就是它 这样啊 来来来 好费体力啊 底下有点血量和体力 赶紧砍几刀就没体力了 先把这草都拿一起了 都拿一起了 哇 一根小草感觉砍了个什么一样 这么难砍吗 算了 好 好 把这干草块拿上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火把进去 好 制作 下一步是制作火把 好的 我们拿上火把之后进去 哦 一手拿毛 一手拿火把进去把这些虫子 他把我们的电缆全部 摇坏了 戳掉 好 还有呢 锅 现在暂时的小虫子看起来好像还不太会反抗 这点我还是比较 这里面有啥 警报 我这虫子 不点不点 先去维修一下 哇 我们的电缆 都被他摇坏了 死啊 阻塞 解封阻塞的激光 哎呦 这需要锤子 等会儿 锤子该怎么做 锤子是 纤维背包都有 制作 好大吹 开 再开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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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这边都是大量的碎石 碎石块都拿上 哎呦 好 我们进去看看啊 哇这里都是碎石 什么东西 这啥 这是蚯蚓吧 我现在渴了 我口渴了 需要寻找光 这是啥东西 配 哦 这是某种发光的植物 呃 这啥呀 这是 好了好了 什么声音 我心想奇怪的声音了 我觉得先把这些 发光之后先拿一拿 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材料 看起来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然后我拿一拿之后 我现在有点口渴 有点饥饿 我得需要去寻找一下食物和水了 否则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到现在位置还没有找到食物 这些虫子是没法吃的 我觉得 走 43秒有水 我现在去找点水 现在左下角的口渴度 已经剩了不到三分之一 火把就不要了 好拿上长毛 12米 这里 哦 露珠 哎 怎么让他水露珠下来啊 喊一下 哦 下来了 哦 哦 找水 然后食物这是蘑菇 啊 可以采这些蘑菇来吃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食物和水都有 吃啥 这大蘑菇都开了 现在你打开了一个 马食物蘑菇 然后通过按I键 零食当中 可以制作 制作蘑菇 或者制作烤肉 包括bandage 绷带 用来回血 我们制作一下 制作一个绷带 年军火吧 哦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 插带 就是它是自带发光的 就是无限发光的东西 包括修理工具 呃 这样吧 这样吧 我备餐 烤肉架 我吃点蘑菇把六件 哎呦 但是蘑菇有毒 我好像有点中毒 再吃一碗 好好好 我们不能浪费食物 好的 呃 这边激光已经全部解封了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哎 行啊 这个游戏我觉得 然后这个游戏的画风 我好喜欢 现在暂时没有遇到一些 其他可怕的怪物 就是暂时指着一些小蚂蚁 或者一些那个 小甲壳虫 走 啊 这有一个叶子 把这个光挡住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叶子砍掉 让它三个激光来连通 来 把这个草 哇 去 哎 哎 哎 倒 好 这样三个激光都已经全部阻塞是啥 草板 哦 这可以建房子是吧 我有个新的想法 通过草板可以制作墙和门 先挣了吧 好 现在可以激活它了 在这里 active 嗯 激活 哦 哇 这场景也太大了吧 哎 它实际上就是三个摄像头啊 哎呦 烧情光 实验失败了吗 后面是 哇 什么东西炸了 后面是我们的房屋哎 相当于我们现在在家里的后院 但是这个后院感觉跟森林一样 看起来 树木实验是失败了 然后橡树炸掉了 下一步是要去调查一下这个 这个橡树 橡树为什么会炸掉 我的天哪 走吧 现在沿途失误和水还可以 但是我回头要做一些烧烤架之类的 这是个啥 这是个洗衣液吗 自动保存当中 希望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这里是橡树 我为什么有种不强的预感 我现在逐渐离开基地 朝一个比较偏远的位置走 这是啥 这是橡皮虫 哈喽 假个石克狼吗这是 石克狼 哎呀 好 哇还是个紫色的新想法 可以通过它做一个防毒面具 橡树呢 哇这里好大呀 而且我走这里面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什么声音 对应该是这里 不会有奇怪的怪物吧 这蜘蛛网是啥 不会有蜘蛛网 大哥别 我有点不祥的预感 这里 哇 真爱蜘蛛 哇 警报 它卡住了吗 哈喽 哈喽 呃 哈喽 呃 哈喽 呃 错 我错 等等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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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枪在手 他卡 他卡了 他卡了 可以 长枪在手 好弱啊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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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橡树非常的危险 把他戳掉 上方是他的血伤 臭蜘蛛 臭蜘蛛 哇 却 哇 拿到了大量的蜘蛛网 这啥 蜘蛛网 可以做捕狩献陷阱 这只应该 捏 捏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算了 我把他戳掉吧 这个是站在这里我感觉好恐怖啊 这这这都不会刀吗 他只会吓人 哎呦 哎呦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哎哎哎哎 我们可以随便在这里 对吧 随便 把他搞一搞 长毛要坏了 拿捶捶 哇 是捶捶 斧头 斧头 斧头伤害好多啊 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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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 把他尸体都拿一拿 应该有一些蛛丝和猪啊 好 拿上我们的长枪巨头 长枪现在 NR剑可以投掷 但是长枪现在没有 呃 没有耐久了 我等会需要用一些其他材料 这里用锤子给把他锤下来 这是啥啊 土婆吧这是 再来 哎呦 什么东西 呃 枝叶 啊 这是枝叶 这个枝叶可以 这个枝叶可以做火把的 没有没水了我喝口水吧 呃 啊但是我中毒了啊 我去 啊我要吐 Hungry 警报 吃点蘑菇 我属于脱水状态 怎么办 哇这水不能随便乱喝的 你在逗我 这个坚果坚果可以用锤子锤开吗 坚果锤开是不是可以吃 哎哎果然 这个坚果坚果可以做坚果的墙 包括 包括坚果的 花园的呢 哇我现在有好多制作蓝图 保质都现在掉了好多 然后这里工具可以做很多 哎这是啥 铲子 哦 之前的坚果壳可以做把铲子 然后弓箭它现在需要这个绒毛 我就是那种白色绒毛 咱做不了 然后防御性的我看看啊 需要 需要保护 我需要蚂蚁的这个脑袋 我需要去杀点蚂蚁可以做把头盔出来 哇 这边能做的多 包括做墙做门 做捕兽节啊 做农场 这是蘑菇农场 哇 取得多了啊 路标 储水罐 哦哦哦 这个坚果壳这么有用啊 啥玩意儿 找到蟋蟀肉 哦 小蟋蟀是可以吃的 来我先把坚果再砸一下 好 坚果壳 然后果壳果肉都应该都可以吃 找到一片有吃的地方 全部露走 打包带回家 对吧 果壳果仁 果壳可以做农场 然后果仁可以用来吃 eventory is full 我去我的背包竟然满了 那走吧 去调查一下 调查橡树为什么会爆炸 这边有火焰的样式 也就是说 我们去看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设备坏掉了 我这只是不会 那边 还是下去不会摔死吧 哦 哦 没摔死没摔死没摔死 不品牙满了 嗯 那就不急 不要再拿东西了 我背包已经满了 现在 需要去 这边看一下 应该在橡树的后面 哎呦 这火不会被火烧死吧 枝叶 15个 对应该是这里 地上都已经黑了 被烧了这个位置 哎那边有一个一拉罐 怎么这么大呀 哎哎哎果然是这里 找到了 这个紫色的火焰是什么鬼 这个紫色的火焰是什么鬼 哇 哎 哎 嗯 进去看看 在那边是什么 damage 哦好恐怖啊 继续搜索橡树实验室 哇 这是个地下实验室吗 这是 哦好帅啊 哇 这地方看起来 好棒 能进去吧 开开电脑 拉一下 没反应 按一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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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玩意儿 把他敲掉 他这个应该是要打 我就会卡住了 现在这个游戏测试版 我感觉好多敌人的攻击AI设定有问题啊 哦 他有研究点说果然 走 行 我现在不要了 我现在拿上我们的长毛继续走 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机器人帮助他 把他拉起来 哇 你妹子你就可以把他修起 这就好了 我是这个保护这地方的管理员 然后同时我也是个机器人 我看出来你是个机器人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发生了不可描述的灾难 就是刚才的爆炸 应该是我们自己搞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搞炸了 地上有一些 不幸的是这些都只是推测 因为是能量激增 破坏这个实验室的所有系统 我想你对此一无不所知 继续 这里的电池好像都已经坏了 我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机毕 哇大哥 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机器人了 但是这个故事呢 才刚刚开始 你现在需要在这个神秘的地表呢 干更多的事情 然后继续进行你的探索 建造你的基地 然后可以带可以去询问这个机器人的问题 他会给你更多的帮助等等 就是现在就现在开始的话 这个游戏的沙盒生存模式就正式开启了 初始应该给一段流程 就是这样一个游戏的游戏性 也算是一段教程 之后我们就要在这里以外 比如说建造自己的那个树屋啊 然后做一些其他事情等等 后续应该可以在里面生存 行感觉上这个游戏还是非常好啊 就是说我们今天玩的仅仅只是游戏的一个开端 后续生存非常多 而且是可以连击的 我现在是等这个游戏的中文补丁 因为它的补丁很快就会出 而且官方也承诺很快会出中文 所以等它中文的时候 我有可能会给大家开坑 具体要不要开坑的话 看一下视频下方的留言吧 就是看一下大家 大家如果想让我开坑的话 我可以去做 因为这个游戏后期 野外有非常多非常多恐怖的东西 除了蜘蛛之外 可能还有什么吞火椅啊 各种各样的虫子啊 还有非常多可怕的东西 都是需要战斗的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建造很多东西 和这些生物去对抗 今天就先玩到这里 喜欢朋友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点赞 或者关注下来的频道 那我们就是下期 新的内容再见咯 大家拜拜